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知道它有什么不一样的口感呢 它这会儿有一点半凉不凉 温温的一个状态 不知道会不会比较硬啊 更有嚼劲 里面很软 完全四斤 冰扎 冰扎 冰冷 冰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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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挖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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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鋼 羊肉 挖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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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豆角在我们东北叫做花豆角 然后它呢皮比较老 然后主要吃的是它里边的这个豆子 就是这样的 所以一般东北的这个排骨炖豆角里边就会有花豆角 然后还有就是普通的那种油豆角 然后或者是什么三尺青的还是叫一尺青的我也忘了 今天就是看到这个了 不知道是不是我们东北的味道 另外呢 我朋友发现了这个就是速冻油豆角 这是我第一次在美国这边就发现了东北的这样的宽豆角 美国好像还有一种就特别长 然后但是有一点扁的那种宽豆角 他们还管叫意大利扁豆还是怎么样 它跟东北这种油豆角还是有区别的 就是东北的就更古流一点 然后里边会有豆子 然后但是意大利的那种宽豆角可能就只是又宽又长而已 以前在家的时候也是就是夏天豆角丰收的时候 然后就会买一些特别好的 然后可以冻起来 然后冬天也可以吃 但是就是冻豆角那个味道我就不是很喜欢 所以看一看这次会不会成功 那么好吧 这么晚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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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炒熟 炒熟 好,好,好 好,好,好 好,好 接受来自邻居的头位 尝一尝这个Costco的Rips 打开就是这样的 然后里边还带一袋这个酱包 打算把它放到烤箱里烤一下 打开就是这样的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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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开饭 哇塞 又是我们邻居的头尾 这个饼还酥着 然后邻居做的老虎虾 今天脱了邻居的福 然后来美国 七年多了 第二次进Costco 因为我自己一个人住 所以就从来都没有办过那个Costco的卡 哇塞 看看这个大虾 然后还有这么大一块 这个猪肋排 也是今天特别想吃 但是我一个人吃不了 这么长 然后邻居说 那就干脆我买了 然后分你一半了 现在就是有虾 然后有肉 有主食 然后还带酒 感恩感恩 刚出锅还热着 哇太扎实了 这一个虾 好棒 开饭 今天也是被邻居投喂的一天 牛排好爽啊 嗯 我再加一点土豆 嗯 嗯 这是一个蒜香的一个汁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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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级丰盛的一餐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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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吃牛肉的话 其实比较喜欢吃 稍微熟一点的 所以这个就非常符合我的口味 啊 尝一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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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味就已经好好吃了 准备开饭 诶 然后先把他的血水放一放 然后腌一下过夜 第二天就可以进烤箱烤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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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材料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